海龜保育中心从渔民们的手中收购海龜蛋后 就把蛋埋在沙堆内 这边有五种蛋 就是那种五种海龜 五十天孵化后约有二至三天的保育期 截着便在晚上较不会遭猎捕的时候 把这些刚孵化的幼龜放回大海中 这里也收留了伤残或患有百花症的海龜 大都是海啸时受伤被渔民送来的 部分甚至断了手脚失去觅食的能力 只能长期寄居于此 十几年间已有数百万只健康的海龜 送回海中 在扣斯戈达海龜保育中心 大家看到小海龜孵化后三天的保育池 分成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的三座水池中 都布满了密密麻麻 充满生命力的小海龜 主要是要让刚刚孵化的小海龜 适应海水 练习游泳 也看到了保护受伤海龜的水池 代表护生协会 布施两千块美金 师傅领中布施海龜保育中心的救援